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everyone 现在我们新西兰 也不是奥克兰正在 就是在lockdown期间 然后在家里 然后呢 今天呢 爸爸来给我上一节 专门课 因为平常在新西兰 我们一直都是学英文嘛 所以爸爸今天在网络上 给我学 跟我教我的首诗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爸爸可以开始了 好 可以看到我的共享屏幕了 对吧 可以 这首诗呢 先看看 这个 有哪些生词不会读的 我先放一遍 放在过程中呢 你要留意一下 不认识的字 要稍微要记一下 然后把它记下来 最后能够读出来 我先放一遍 好 我们看看这一首诗里面 有哪些不认识的字吗 我在屏幕上把一些字 注了拼音 然后我们现在来读一遍 看看哪些字还读不出来 好吧 好 然后下面已经标了拼音的地方呢 我们要看拼音 好 开始 你来读 水光烈焰 烈焰 明方好 晴 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庄浓膜总相宜 非常好 不会认识这些字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啊 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标题 尹湖上初情后雨 这个尹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不知道 尹啊 通常过去喝酒不叫喝酒 叫饮酒 所以饮的意思就是喝酒的意思 啊 那么古代人呢 他没啥事吧 就闲着就喝点酒 尤其有客人在的时候啊 照大客人也是喝点酒 而且他那个酒一喝喝很长时间 拿着个酒杯到处转悠 或者拿着个酒杯 自己坐着很长时间慢慢喝 那么这个 这首诗呢是说诗写的 说诗是宋朝的时候一个大诗人啊 他在什么地方饮酒呢 你看看饮湖上啊 这个湖 在湖上 那要不就在湖边 要不就在船上 反正是一个湖 在湖上喝酒 那么后面 饮湖上初情后雨 初情后雨 什么意思知道吗 初情就是晴年刚刚出来 在雨后面 对就刚刚晴天气放晴了 然后呢 后雨 刚刚下过雨 啊 就是雨后初情啊 都这么说嘛 对吧雨后初情啊 所以刚刚下完雨后 出了那个太阳出来了 会有什么现象想一想 嗯 雾蒙蒙的 雾蒙蒙的 彩虹 还有呢 彩虹 有彩虹 如果雾很多的话 可能会看到彩虹 如果没有雾的话呢 你比如说在北京 天气这个有雾霾 下一条雨以后 就没有雾白了 雾霾都被雨水冲走了 这个时候天空啊 是很清澈的 对不对 远处的山是看得很清楚的 能看得很远 那下完雨以后 好 那我们看看 这首诗里面 到底描绘了一些什么样的景色 第一句 水光练艳情方好 好 这里面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现象 你说说 光洒在 水上 光洒在水上 然后很漂亮 很漂亮 好 那么水光 什么是水光 水会发光吗 太阳照的 对 太阳照的 因为前面题目就告诉我们了 刚刚下过雨 出了太阳了 那么太阳光照在水上 水会什么呀 就是会反光 对吧 对 水会反光 所以水光 练艳 练艳是什么意思呢 练艳 因为那个水啊 它不是很平的 总是有一点风吹动的时候 有一点水波 对吧 那么一旦有水波的时候呢 光你看到是一闪一闪的 如果水很平静 那个你看到那个光是什么光 就不会闪 要不就很视眼睛 看太阳了 要不就看不到 对不对 如果有波浪一吹的话呢 有风一吹的话 产生波浪以后呢 就会看到光是一闪一闪的 嗯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 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 嗯 有这个经验吗 有 对 水面如果在动的话 你看那个光啊 是一闪一闪的 包括你晚上看灯光也是一样 灯光照到水里面 如果水再一晃一晃的 你会看到 诶 很刺眼啊 嗯 水光练艳 晴方好 晴方好 晴太阳出来了 照晴天 对吧 方好 就刚刚好的意思 正好的意思 哦 出了这个太阳 正好 正显得美啊 好 这是第一句啊 第二句呢 山色空蒙与一起 山色 那么说这个水边有山 对不对 对 那么山会怎么样 呃 不知道 空蒙 他说了空蒙 空蒙你觉得应该什么意思 空蒙就是 嗯 嗯 不太清楚 空空的 对 蒙蒙的 对吧 嗯 你看看 下了雨以后 空气中还有那个雨滴 小小雨滴 嗯哼 所以看到远处的山啊 是蒙蒙的 没那么清晰 说明雨刚刚下往 嗯哼 对吧 所以看到那山好像有点雾雾的 有点雾样的 啊 所以蒙蒙蒙的 嗯哼 所以看呢 山呢也看过很清 好像是空空的 很空洞 如果空气很清凑的话 直接看到山嘛 山看得很清楚 这个你还会觉得空吗 就不会觉得空了 对吧 所以空蒙的意思啊 就是迷迷茫茫 飘渺的样子 好像有山 又好像没有山 迷茫 飘渺 好 然后 后面三个字 雨一起 雨 雨 就下雨 对吧 雨 义 什么意思 义 这个义字啊 也的意思 啊 古文里面啊 义就是也 就是雨 也很 奇 这个奇 是什么意思 是奇怪 还是奇特 还是奇妙 奇特 啊 应该是奇妙 正好啊 你看前面上 情方好 那么雨也正好啊 是一个奇妙的意思 嗯 三色空龙雨 一齐 这个雨啊也下得很奇妙 下得正好啊 嗯 好前面一行的两句啊 再看后面这一句 雨 雨把西湖比西子 雨 什么意思 雨 如果 对 如果 或者说可以 嗯 啊 如果可以 把西湖跟谁相比啊 比是跟谁相比 比什么呀 比西子 西子是什么东西呢 知道吗 是一个人 是吗 是谁 叫什么名字 对 嗯 叫西施 西施 西施啊 西施啊 她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候的 那个战国的啊 那个越国的 一个著名的美女啊 大家都公认她 长得特别美 特别漂亮 所以行人家长得漂亮的时候 特别漂亮 哎呀你长得真漂亮 就像西子一样 就像西施一样 嗯 所以这个西子啊 指的是西施 明白 所以说哎 如果把西湖跟西施来比较的话 比啥呀 你怎么能跟西施是比比丑啊 比力气大嘛 可能是比美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跟西施可能是比美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西湖跟西施来比较 要看谁更美的话呢 嗯 那么 比数的结果是什么呀 比数结果是什么呀 然后我们最后一句就说了 淡妆 淡妆 淡妆能膜 总相应 嗯 淡妆能膜 这个化妆 淡妆的话淡妆能膜 这个化能妆 对吧 西施很美啊 对 很美 但你别的人跟他比的话呢 你没化妆跟他没法比啊 所以你这化妆呀 对不对 那这个西湖也是一样的 你跟西子比的话 你西湖也要化妆呀 啊 他化的什么妆呀 啊 化的淡妆也好 化的浓妆也好 化的什么呀 总是相宜 总是什么呀 嗯 很合适 化的正好 啊 总相宜就是总是很合适 化的很自然 不管淡妆很自然 对 啊 化妆啊 化的自然 所以说 要把西湖跟西子来比 那怎么比啊 哦 他的 如果来比的话 说明就是西湖 这个妆啊 化的很好 啊 化的很好 步度也不少 嗯 总相宜 好 清清你有什么问题吗 嗯 他最后一句说 淡妆浓膜 总相宜 就是 是谁抹的妆 是西子 还是那个湖 哦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你看前面他说了 欲把西湖比西子 就如果把西湖跟西子来比的话 他的化妆化的正好 你觉得应该是谁呢 是湖吗 当然是湖了 对 如果把西湖跟西湖来比 他化的更好 化的很好 当然指的是西湖 是吧 西湖很美啊 他不需要化妆啊 嗯 好 这里面讲的是西湖比化妆 化的正好 嗯 好 那我们看看哈 在这一首诗里面 有几个地方写到了 刚刚好 恰好 总相宜 嗯 有几个地方 你看第一个地方 水光啊 正好 你看到 水光烈焰 情方好 这个方 嗯 啊 上色空蒙 与亦齐 亦也 是吧 刚刚好 也好 然后最后有个 总相宜 总是刚刚好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一首诗里面出现了三个刚刚好的意思 嗯 都非常好 都非常自然 嗯 嗯 明白 嗯 好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首诗 好吧 好 我先 我们一起来读 还是我先带你读一遍 可以一起读吗 我们一起读 好 一起读 那一起读 我们从这个标题开始 好吧 我说预备开始 预备开始 预备 预复上 出情后语 二手 封毫 山色枯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 比西子 但装浓浓 我整相宜 好 上面呢 你再单独读一遍 好 第一个字是什么 预备 预复上 出情后语 二手 其二 嗯 那是什么 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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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光炼夜 情芳好 山色空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 比西子 淡妆浓膜 总相宜 好 非常好啊 好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 开始 引湖上 出情后语 二手 其二 送 书是 水光 夜燕 情芳好 山色枯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 比西子 淡妆浓膜 总相宜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好 如果你喜欢跟我和我的爸爸一起上课学习中文的话 欢迎你们每次都跟我们在一块儿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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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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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